第七场的时间 三班跑1650米 这场3T的尾关 可以选择的马也有很多 在暴躁形势上 狗马的盛大江辉 和白鹅的太阳威威 似乎一对马也有机会 继续放在前面走 而守住黄金包商位的哲聂宝 似乎都可以赚今场的暴躁形势 好,大家看看上一场187种场施 红衣、白酒、红白帽的匹 就是智力宝 入截路并海一见倾心之后 其实大致上 李宝利的发挥 我觉得没什么大错 不过在左旁边的精神威 而狂武派 可能在路程或近况比较好 三班马也拋开了 后面的超脆、减加价、阳明高高 都是指标的马匹 一对的超脆、减加价、超脆 作出的上名 阳明高高 都是这个路程经常上名的指标性马匹 所以三班马也拋开了 取易水准应该不会太强 而今次在商举日子 第一次回到鱼端比较足 加上一个月有多再上阵 而最近在虫化泥地集表面也很好 最近这棵虫化集中 留在顶尾中 纸帽、红衫 就是雷神当日上去跟它试的智力宝 虽然这个虫化泥地集和草地集 乖性也是放在后面的 可能追得比较好 大家也落于看到这一匹中年马 在马林追上来的姿态也好 雷神最后选拣期 也相信他对这一匹资历宝的状态 有些看好或批马也回来了 相对于今场的主要对手 他刚才说过了 商界日数也比较多 可能在体力上也有回复 所以首算选择在黄金包装位的马匹 先选择他 而九号马胜大江辉 正正在20日之前 在国际骑士錦票赛当晚 幕下发挥变得相当好 这一场几拼在队里 放在前面走一队 太阳威威 和胜大江辉走内当 后面有一只喷火炉 赚了一些暴速 而琴德坚比 虽然赚了超快暴速追上来 但他的弯位也比较差 刚才也说过了 在这一天 平时比较开的马 跑得好更值得尊重 而胜大江辉放在前面走 他不是完全赚了慢步速 而放回来的 前快后快 这只马看来 跑的均速也很好 希望不要拼在这一场散 上季试过没有打踏 所以这一场的投二马 我觉得比较好 所以在四选里 就选择他 而另外12号马 很选择 前一次下四班 都发挥得很好 潘顿跨下 回来需要短投给一普成名 上次上回来三班跑 他就隔了46日再上阵 在一个比较慢的步速的时间里 前面的精神威力 就操控了步速 扔到很开的好手 其实Founder也有追 但是比前面的超弯复升 后发力 也没有包装斗士 包装材质 放回中档追 在大档追的好手 相对的脚程就会增加了 证明这匹马 都肯扑有个战斗力 今次回来谷草 当位奈儿 跟前些小 那么轻绑也有权拼他变身 所以在第七场的时间里 波仔选择10号的哲力宝 九成大肝辉 12号马好计 和一号勤得兼备